接著帶您看到是幼傳虐狗事件了 新竹先有一名四主長期打罵 來訓練四隻米克斯 哀嚎神引來了鄰居注意 錄下了19段溺水吊打受虐影片 投訴給動保所 但是因為這狗狗身上沒有發現有傷口 所以只能依照胃寵燈 為捷獄罰款 那麼動保人士是質疑了罰太妻 到動保所遞交陳情 為受虐的狗狗發聲 高舉牌子訴求暴力零容忍 救援50差 立委議員明代 與動保人士站在一起 要為新鋒箱受虐狗狗來發聲 今天到動保所遞交陳情 在這麼危險的分子的情況下 民眾冒著生命危險 去搜證到19部影片 結果這整件案件 竟然沒有虐待開罰的狀況 結果是跟開罰的完全沒相關的 未絕育跟未寵物登記這兩條 那我想請問 那我們民眾冒死去搜證 還有什麼意義 我不給他飯吃 我讓他受了 我讓他領你 這個都是虐待 所以他領你也不會受傷 你不給他 你讓他二肚子也不會有外傷 這怎麼會有外傷呢 所以跟受傷無關 年初一名四主疑似不當訓練自家四肢米克斯 粗暴踹打 哀嚎聲引來鄰居關切 錄下19段受虐影片 不只打罵用繩子吊起 還有狗兒被壓頭泡水桶 愛狗人士向動保所檢舉 但因為發現狗有明顯外傷 只給口頭告解 並依為寵登 為劫獄罰3000和5萬元罰還 對於侵罰結果 動保人員痛心 要求要修法 也質疑受虐影片 應要被作為財政來罰 對此動保所回應 未來將調整陌路保護要件 嚴格評估行為人情結程度 不以受傷為唯一依據 還會把四主列為黑名單 終身不能飼養犬貓 動警員在執行身體評估的時候 在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我們目前所做的是 確實是做試診 就是眼睛的檢查 還有做一些促診 本案應該是有做一些促診 大家可能覺得這真的太粗糙 未來我和同仁還有法治單位 討論過以後 我們會制定一個動物身體評估表 動物身體評估表 那以後我們動檢員就是依據 得有傷口才能沒入或緊急安置 明代將努力促推動保法修法 也要求人員要審慎檢視受虐動物 給予毛小孩真正的保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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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